难道你真的 要把浩婷抢过来吗 感情的事情 哪有什么抢不抢的 这是两情相悦的事 友善 妈 如果你爱我的话 你就要支持我 爸已经不要我了 如果你再不支持我的话 那我还剩下什么呢 友善 难道 你真的要为了爱情 放弃这个家 放弃你爸爸吗 不是我要放弃他 是他先放弃我的 他为了杨柳 为了杨珍珍 他都不要我了 你不觉得他这样做很过分吗 所以越是这种情况下 你就越应该站在我这边 自从爸遇到杨柳母女以后 他就变了 友善 强扭得挂不甜 妈妈真的不希望 你这样下去 真的很担心你 你知道吗 其实你很优秀 你有很多选择嘛 妈 我爱浩天 不管你跟爸爸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件事 我都愿意为了爱牺牲一切 如果你们可以接受 那你还拥有我这个女儿 如果你们不能接受 那 那你连我也会失去 你胡说什么呀你 妈 我的个性你应该非常清楚 只要我确定想得到的 我不怕付出任何代价 从一个纯恶劣的孩子 演变到现在一个媒体追逐的公众人物 我相信你可以看到 在夏友善的眼里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对吗 友善 你知道我为什么可以做到吗 曾经有一位射击选手说过 只要他一旦认准目标 他的眼里除了目标 就什么都看不懂 因为只有那样 他才能百发百周 在我眼里 浩天就是我的目标 妈 放心 我会很好 也会很幸福 因为我不会让自己输的 好了 我现在要去看浩天了 他现在需要我 我希望在他醒来的那一刹呢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这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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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这是我们完整的 建筑团队的设计 共分为四个区画 建筑设计 灯光设计 工设规划 还有结构设计 我们将分别给最优秀 最有经验的团队来做 这是主题商场的部分 目前我们的规划 是先完成主结构 然后再进行招商 所以我们如果能早一天 签约的话 那所有进度都会加快 而且关于招商的事宜 也能早日完成 好啊 我是OK 下面就看你们的进度 和能力了 我们是优秀的团队 不会让进度失望的 请您放心 最好是这样的 小金嘛 我了解我信任他 至于你的其他下属 是否同样的优秀 那我可就不知道咯 要咖啡啊 我去冲咖啡 这里不是我们的公司 要喝咖啡也轮不到你 专心一点 不好意思啊 金董 我们的整体设计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这是我做的成本预算方案 最近呢 建筑材料的价格 有点上涨 所以我在做预算的时候 留了点上涨空间 好 既然是这样 我们今天 就把合约内容敲定一下 明天正式签约 同时对外宣布 我们的合作 我相信哪 只要这消息一出去 股票会直线上标的 太好了 金董 那就这样敲定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谢谢金董 合作愉快 谢谢金董 金董 我觉得我们这次合作一定会非常的顺利 小金 你知道好厉害啊 只要你一出手 这合作案马上就成功了 你要多向小金学习才是 像他这样的女人 才是男人真正的左右手 昊天 我是有事爱 我来陪你了 你会好起来的 我会等你呢 你怎么会发那种短信给昊天呢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害死她的 你害她开快车 害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就算你得到她 你开心吗 告诉我 现在该怎么办 昊天她现在昏迷不醒 就算她会慢慢好起来 可是光是医药费 就要花掉好大一笔钱哪 我告诉你 你要负全责 现在连珍珍都不管她 我一个老妈妈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你说话呀 你爸爸说要放弃 不要你这个女儿 这只是气话吧 她不会真的不要你这个女儿了 对吧 或许你自己 有一定的资产 不需要文权靠家里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吧 你自己都是一家 基金会的经理了 应该有自己的积蓄财产 身边之前的珠宝 也一定不会少对吧 受死的骆驼逼马的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干嘛你放心 昊天的未来我来负责 不论她要付多少医药费 不论她未来变成什么样子 我爱她 我就要对她负责 还有 她是您儿子 她必然会孝顺您 我也会照顾您的 这就好 这就好 这项链是送给我的 送给您的 应该还指一些钱 好 好 干嘛 这样您总可以放心了吧 只要您支持我 站在我这边 我是绝对不会亏待您的 病人恢复状况良好 昏迷指数已经提升到十一 脑压也恢复了正常 医生说可以转到普通病房去了 护士 那她什么时候会醒啊 你别太着急了 病人的痛觉已经恢复了 而且她有好几次睁开眼的记录 病人的脑压也已经恢复了正常 我想啊 应该很快就能清醒过来 我欠意你们啊 去办一下手续 整理一下病人的东西 就可以去普通病房照顾她了 这是病人的脚肺单 你去柜台交一下费用 柜台人员会告诉你 病人转到哪个房间 一会儿你去帮她办理一下吧 谢谢您啊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不客气 这个我来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有一位叫钟浩天的先生 哦 她原本是加护病房的 哦 她可能转到普通病房了 你可以去住院咨询处问问 谢谢啊 不用 这样就可以了吗 病房号码是A512 护士会协助病人转过去的 哎呀 好困哪 一宿都没睡好 我知道附近有卖咖啡的 我带您去买吧 也好啊 提提神也好 也不知道浩天什么时候能行 这家里头还有一大堆账单没交呢 这以前都是浩天在办的 这次我来处理吧 不用拐弯抹角了 我会让顾思助理去缴调的 真的呀 友善 真是不好意思 既然浩天要我相信她的爱 那我就再相信她一次 就像董事长说的 至少也要给浩天一个 说清楚的机会 让浩天她自己决定她爱谁 我会让她来一顿 是 真是随我 看看你 我会让她的爱 我会让她的爱 那你永远 你也感到不错 因为不错 你不错 你不是不错 我会让你 我会让你 浩天 我已经想清楚了 只要你的心在我这里 我是可以原谅你的 我可以原谅你 缺席订婚 我可以原谅你 让自己受伤 我也可以原谅你 让我心碎 但是我麻烦你 快点醒过来好不好啊 你如果再不醒过来 把事情讲清楚 我真的会生气的 你快点醒过来吧 告诉我 你跟夏友善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浩天 浩天 你听到我说话了 浩天 你醒了 你真的醒了 你怎么会有戒指的 浩天 之前你一直在昏迷 所以我就求妈 让她答应我们的订婚 我 做了一个好长的梦 我梦见你离开我 我找了好久好久 到处都找不到你 只剩下我一个人 所以你不想离开我 对不对 嗯 你还很爱我 对不对 那你跟夏友善 是怎么回事 我好困扰 好无助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跟夏友善 到底怎么回事 你们是不是已经 我跟友善之间 什么都不想 事情不是你想象的一样 珍珍 我爱你 从头到尾 我爱得只有你一个 浩天啊 我的乖儿子 你终于醒了 你知不知道 妈妈都快急死了 哎哟 哎哟 有三 对不起 没事就好 还好你没事 不然我都不知道 该怎么跟干妈交代 毕竟你是因为我才出的车祸嘛 既然你已经清醒了 那我也不要在这里当电灯炮了 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毕竟 毕竟是我害你和和珍珍没有定成婚 我也需要负一定责任的 你这个破坏人家打击的狐狸精 你还是要这么执迷不悟 是不是 我管不了你了是不是 那我总可以放弃你了吗 我没见过 我和珍珍 你能把它推进我的乐 你怎么要听到 你怎么能看 你怎么听到 你才会到处招惹桃花 不过啊 男人三妻四妾也没什么了 那说明你有本事啊 但是你要是因为一个女人 闹到出了车祸 那你可就笨了傻了 借到那种短信 你想想也一干知道啊 那一定是吓唬你的 真要自杀呀 你就是搭了喷射机赶去 你也来不及救 天下女人有的是 但命只有一条 好 以后啊 千万不能再这么傻了 知道吗 妈 话也不能这么说吧 不然要怎么说呀 你要知道感恩 浩天条件这么好 随时有女人倒贴 等着她爱呢 她还这么对你死心塌地 你呀 要惜福 妈 让我和珍珍单独待一会儿 好 算了算了 反正你也醒了 那我呢 就回去好好补个觉 晚些再来看你啊 珍珍 我知道友相一定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不求你相信我 但我爱你是真的 如果不是那条短信 让我以为她会出事 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 那秘密基地呢 她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秘密基地呢 你知不知道她甚至跟我说 跟我度过了一夜是吧 那天晚上 你知不知道 有事 喝醉了没地方去 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才 你少来 你老是跟我说 你们是不是已经 你们是不是已经 不 我跟她之间 真的什么都没有 小心点啊 我发誓 我可以发誓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 我相信你还不行吗 别说了好不好 珍珍 对不起 我还是对你说了话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爱你 我不能失去你 浩天 究竟是为了什么 而感到不安呢 董事长 您的咖啡好了 好 亮亮啊 小颜在哪儿啊 他们跟金董的合作 进展怎么样了 进展顺利 明天签约 后天进行动土仪式 同时召开记者会 都是孙小金的功劳 她三下两下 就把原本剩下的理论盲点 全都找到了 就连抓预算的能力 也是一流呢 其实也没什么 因为这个发展计划 本来就是我和小颜的梦想 从很多年前 我们就一直模拟着计划进行 所以说我们只是把心中 早已拟定的计划 确定下来而已 坦白说 小颜早已把这个计划 重点指出来了 你真的没有忘记我们的理想 如果不是你冷静的头脑 帮我分析 提出这个意见 这个合约 不可能这么快就调定的 尤其是小金跟金董的私交 要不是金董这么信任小金 事情怎么可能发展得 这么顺利呢 董事长 这件事情多亏了小金呢 是啊 是得 好好地谢谢孙小金啊 董事长 您千万别这么说 既然我答应接了这个项目 我当然要尽全力帮小颜 争取到这个合作案 看到我跟她的理想变成现实 我自己也很开心 天梅 来 我看 你这几天很辛苦啊 我 我没有什么 其实比较辛苦的是 颜河和孙小姐吧 谁说的 我看出来你肯定很辛苦 看看脸色都不好了 一定是每天晚上担心小颜 睡不着觉对吧 你的担心奶奶了解 你顾大局十大体 奶奶也知道 其实也没什么 奶奶你在说什么呀 小颜 天梅 天梅 我告诉你 小颜不是个负心的人 你为她所做的一切 你的付出和忍耐 她都一清二楚 对不对 小颜 所以呢 今天啊 奶奶为了表扬你们 要送你们一个大礼物 什么礼物啊奶奶 那天你们要去旅游 不是因为孙小京回来了 给耽搁了吗 今天啊奶奶就让你们放松放松 我让你们在层峰饭店最好的房间里 共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怎么样 董事长 这样不好吧 明天还有很重要的合约要签 总经理他 你担心什么呀 有这么优秀的孙小京帮忙签署合约 就算小颜和天美去约会 那事情也会进展得很顺利呀 可是董事长 亮亮 没问题 合约大部分都已经协商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细节就由我来处理吧 是啊 我就知道 孙小京的能力一点也不输给小颜 交给你去办 我很放心啊 好啊 奶奶分明是故意支开我 让他们两个去约会 也利用这个约会 想让我直男而退 怎么样 你打算穿什么来服约啊 别让我失望了 我 我还能穿什么呀 现在明明就在上班了 拜托 不 能不能给我点惊喜啊 我是怕 我是怕惊喜太多 会变成惊吓 那就麻烦了 与你的眼光相当有可能 讨厌 好痛啊 孙小京啊 关于合约的事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这是你帮忙签下合约 我们岑丰建设对你的一点心意 我很清楚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这个合作案几乎是成不了 但是我不想让你觉得 我们严家对你是过河拆桥 现在确定要签约了 我就请你过来谈谈这件事 奶奶的意思是 我年纪大了 没有时间拐弯抹角 我的意思是 你这样跟小颜在一起工作 我还是觉得不大合适 太委屈天美了 你也知道 天美是幸福地产夏正松的女儿 我对这门婚事相当满意 我不希望你的出现造成任何差错 奶奶 我并没有破坏他们的感情的意思 而且我会留下来 完全是因为天美找我谈 是她希望我能留下来帮助他们 现在您这样说 好像是我故意要破坏他们 好像我有什么目的一样 您这样说对我太不公平了 你要是觉得不公平 那我为这不公平道歉 奶奶我不是要您跟我道歉 我只是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就算我道了歉 这个不公平还是存在 现在小颜和天美就是一对 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虽然你和小颜认识在先 但是你离开又回来 你就是外人 你就是第三者 我不是第三者 我不承认我是第三者 离开吧 签约完成 最多动土一事结束 你就离开好吗 奶奶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请你诚实地回答我 讲吧 当初您不同意我跟小颜在一起 是因为我没有显赫的家世 是这样吗 我喜欢天美并不是因为她有显赫的家世 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夏正松的女儿 那是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不同意我和小颜在一起 就算你反对我 你能告诉我理由吗 要不然我会觉得很不甘心她 因为我永远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 那句话是假的 你说你的父母在国外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你打过电话 你说你的父亲是画家是北大的校友 但是我查过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我不在乎你的父亲是不是画家 北大的校友 但是我在乎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 现在我都不在乎了 你也用不着花心思再来骗我 再编理由圆谎了 我相信你也不愿意撒谎 因为撒谎其实是很辛苦的 奶奶不管你信不信我真的没有恶意 那很好啊希望我们有共识 最多在动土仪式结束以后 好吗你慢慢享用下午茶 我还有事先离开了 董事长 董事长呢 走了 他留下一张支票 让我自行消失 就走了 怎么会这样 他本来就不喜欢我 要我走 根本不需要理由 小静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要把生病的事情说出来啊 大家这样误会你 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刚刚董事长跟你说话的态度 你也看到了 那么伤人 还说你是什么电灯泡 根本就是在指桑骂槐 他是在说你啊小姐 哎 要不然这样 咱们去把生病的事情说出来好不好 要不然我帮你去说啊 哎呀你急死我了 说话呀小静 我为昊天付出了一切 最后得到什么呢 居然只得到他一句对不起 我以为他是爱我的 可他说 他只爱杨真真一个人 我用死威胁得到的只是同情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甘心 我真的不甘心 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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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戒指 封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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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天我找到 好天我找到戒指了 小剑 小剑 你轻轻的不要寻短剑 神经病啊 看下很危险 我是来救你的 干干干什么呀 你给我滚 小剑 我真是来救你的 小剑 小剑 年纪轻轻的 为什么要寻短剑呢 谁寻短剑了 你往大海里走 这不就是要自杀吗 你才自杀呢 放下 我救你也是冒着危险的 怎么 怎么连声谢谢也不说啊 真不知好歹 哇 直接就进房间 这样好吗 难怪严格问我要不要换件衣服 应该是希望我穿得性感一点吧 你干嘛 进去啊 哦 哦 小笨蛋 好大的房间哎 好漂亮啊 好特别哎 哇 好漂亮啊 怎么样 喜欢吗 嗯 嗯 你一定饿了吧 嗯 吃完饭 还有别的节目吗 哎 哎 这什么东西啊 你这戏服啊 我们奉命约会 所以你应该穿得正式一点 这样晚餐吃起来也比较有滋味嘛 去把它坏上 哎 干嘛 不会是前面挖苦后面也挖苦的那种吧 你放心 你前后都没货啊 挖脸能看 什么意思啊 你看扁我 嗯 我才不扁呢 我只不过是比较有内涵 平时不善于表露而已 嗯 我知道 哇 这还是我嘛 好漂亮 没想到我还这么有潜力 等一下 马上就好 嗯 快点啦 喵 喵 喵 你觉得这件礼服很合适 动土之后不可 有个酒会 你就穿这件吧 嗯 我从来 都没有想过我会这么幸运 有个这么帅 这么爱我 工作认真 又这么浪漫的男朋友 他不只是一个一百分的男朋友 将来 也一定会是一个一百分的老公 其实我对你有感觉不好意思坦白 我不会跳舞啊 你忘了你帮我办 银行晚会的那一瓦 我知道你不会 所以我才教你啊 不然酒会那天 你怎么陪我跳舞呢 我从来不带我有些心疼 远你的时间我怕来不及 该来 这是我现在最重要的时间 我从来一杯咖啡我不加奶 我有多强你是否明白 我知道终于遇到一个人乃至我 我一定会为你爱 我疯伏的贪 我只是让你让感觉 喂 姐 你在哪儿啊 你在饭店干什么呀 干嘛不回去啊 喂 这 这一道具 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过去找你 你放心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陪着你的 姐 你怎么可以住在这里 不回家啊 爸妈多难过 我不想回去 你怎么这么傻呢 天下所有的父母 对子女永远都只有 宽容 包容和原谅啊 好 就算你犯了 再大的错误 只要你跟爸妈 主动认错 他们就一定会原谅你啊 你看你 现在这个样子 他们一定会难过的 连觉都睡不好 好了 不说他们了 就说我们好了 我们俩的姐妹感情 一向都这么好 可是我这个糊里糊涂的妹妹 忽然没领你这个军师 没有你给我出点子 你让我怎么办吗 天梅 你现在已经丑小鸭变天鹅了 没有我你这样可以过得很好 现在 你已经找到你的真爱 找到幸福 姐很为你开心 可是我 姐 你知道我有多可悲吗 我处心积虑地要跟浩天在一起 我天真的以为只要我说出我和她的暧昧 就会赶走杨蓁蓁 我以为她醒来了第一眼看到的人会是我 我以为她觉得我是她的真爱 我以为她觉得我是她的真爱 她说浩天要的不是我 你知道她醒来后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她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对不起 你明明就知道浩天她爱的是真真不是吗 但不应该是这样的 她可以爱真真 但那是她遇见我之前的事情 在遇见我之后 她就应该选择我 我比杨蓁蓁好太多倍了不是吗 姐 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比条件的 那要是这样的话 那个孙小精 我哪里比得上人家吗 人家套装一穿 哇塞 魔鬼身材 简直就比空姐还有型 关键是人家又有人缘 又有才华 气聚又超好的 各方面都比我强 我什么都比不过人家 好了你不要再劝我了 难道你要跟我说 全世界的男人都瞎了眼了吗 你这样讲很不讲义气 你这样弄得我很尴尬 好了好了好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 天美 颜歌选择你 是因为孙小精曾经背叛过她 但是浩天不一样 可是浩天现在不是已经选择了吗 你现在能做的 就是想开一点 看开一点 天美 我今天来找你 是希望你回去跟爸说 我很好 但暂时不会回去 今天你要是没有跟我回去 或者是我没有把你带回去的话 我一定会被爸妈骂得很惨 你知不知道啊 那你要我怎么样吗 爸爸是怎么对我的 你又不是没有看到 他现在已经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况且我距离力争 最后也没争到好的 我已经够丢脸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吗 姐不行的 天美 最近一段时间你就辛苦了 爸妈就由你照顾了 不行啊 你在爸妈心目中的位置 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 你呢 永远是爸妈心目中最优秀 最疼爱的女儿 以前是 现在也一样 那是以前了 那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 爸妈不爱我了 他们不要我了 不可能啊 我告诉你姐 父母对孩子的爱 永远是世界上 最不可能改变的 不讲了 时间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给你开门 姐 姐 跟我一起回去好不好 天美 你回去告诉爸妈 就说我对不起他们 告诉他们 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 不可以的 姐 快走 你跟我一起回家 姐 你跟我一起回去啊 姐 姐 姐 你开门哪 姐 你听我说 姐 你开门啊 姐 你开门啊 跟我回家呀 姐 你跟我一起回家好不好 天美 怎么办 我爸妈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难过得不得了 你姐已经是大人了 你要尊重她的决定 走 我送你回家 和我给你回家 而且 imposs说 西方